哈喽我是小熊来了 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简简单的小晚餐 烤肉 然后搭配烤肉的就是辣白菜 解腻的 然后这边是生菜也是包烤肉的 这是蘸料 烤肉这晚上我比较爱吃 不但好吃 而且是特别方便 咱今天这个视频吧 就是喝酒乐喝视频 不做菜啊 整现整的烤肉 现在是晚上将近五点了 我们这边还没完全黑一些的 就是利存之后一天皮已经长了 到外面喝酒了 再给你们聊天 看这酒花看着没 来 走一口 52度的酒 我把这个烤肉垫拔下来了 要不然它 滋喱喱的小闹的 影响我说话 这现在都烤熟了 我吃烤肉呢 愿意搭配这个生菜 不然卷那种酥子叶 吃不怪酥子叶的味儿 我今天跟你们聊天话题是茶呢 就是上次视频我不说 我老公去外地了吗 完了有很多网友就是评论区 还有私信我 可都是私信我了 是不是离婚了 然后不好意思的说 就整个借口说了 我说外地了 因为我将近巴巴的 也有快小一个月吧 没太正心拍视频 而且视频当中 几乎现在就是很少有我老公了 走一会儿啊 我给你们讲一讲 从哪个年到现在 我为啥就是很少拍视频了 给你们说说弃痛的原因 第一呢有人说是那个 我俩离婚了 那岁水无极之谈 第二呢还有人说是收益下降了 就收益这个事吧 我看别的主播都是下降 五分之四什么十分之几的这样 反正下降的可狠了 反正我一直就这样 可能我的收益压倍也不高吧 反正收益这玩意是根据你的播放市场啊 什么评论的点赞的等等啊 综合因素决定的 反正我的视频呢就是时间比较长 然后呢完播率还行 这得是基本上是一半以上吧 所以呢我现在拍视频的收益和以前 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啊 那我给你们说一说 为啥这段时间不拍视频呢 我过年这段时间呢 我妹拍是因为 呃我家人就是 呃都都来我家过年了嘛 我们今天是八口人 其实每年的都是在我老家过年 然后是十几八口 然后呢呃今天呢 然后一个就都没回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人口少 我就呃都都邀请到我家里过年来了 就我妈我爸还有我二舅我小妹还有我家三狗 还有我老就我们几个我妈八个 然后过年这个期间呢我是每天就是一天三顿饭嘛 每顿饭就算早晨也经常都是六个菜以上 然后呢还有就是呃做完饭啊 手术屋的要刷碗的 然后之后打麻将他的啊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特别忙 而且还有走心情傻的要很多很多事啊 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也就相当于给自己放个假了 没更新视频 等到初期以后呢我妈回家了 然后我就上我婆婆家了 又待了几天 在我婆婆家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拍视频 因为我是三能领域嘛 就是我婆婆家在呃在住楼里 所以我就没拍视频 先吃别聊啊 要不然一会儿都凉了 等会儿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回农村拍视频呢 是上个视频我跟大家说了 我家现在那个那个那个井子冻了 就不出嘴了 然后呢一天三顿饭 在家生活起居就是 也就是各方面用嘴量就是很大 完了吧还没有嘴了 还得上邻居家整嘴去 一天你说上人家整了几十斤上百斤啥的 你说天天咋好意思去呢 我和我老公其实我俩都属于那种 脸小磨不开的人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我也没拍视频 我跟你说那个井冻冻了 得到来年五一以后吧 也不是说来年 今年今年五一之后吧 才能解冻 还有这个原因呢我没拍视频 然后接下来我给你们说说 我还有一点 最近没拍视频的最最重要的原因啊 等我吃完这口的 嗯 嗯 其实我先下来说这个不拍视频的原因呢 也相当于我的今年的就是规划和目标啊 嗯 大家知道我去年就是住那个农村的一个平房呢 是因为我老公跟他朋友合伙 包了一千多亩地 然后是种玉米去了 然后我在海上呢 还有人帮我带 我妈和我爸帮我带着 然后 嗯 嗯 他们身体还都挺好的 也没啥负担 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公 啊 去上农村那儿了 还有就是狗 狗在楼里边呢 他嗷嗷叫嗷 对于这点原因呢 我就一直住在平房那儿了 等着我今年的目标是啥呢 今天呢 我就是不打算住那个平房了 嗯 用网友的话咋说呢 负能量 你们农 你们东北农村其实挺好的 说你 说你整的 就是破破烂烂的 跟80年代似的 就是 游随你们东北人的形象 嗯 我我细想也是哈 虽然我再喜欢那种怀旧风吧 但是 毕竟现在那种农村跟过去 就是不一样呢 我现在展示的 可能就是那种装修风格 就像过去似的 在某一方面有人就说我抹黑东北似的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不打算住那个平房了 那说到最开始的问题啊 就是我老公 我老公去哪儿了 其实我老公呢 就是这段时间呢 去大连了 大连呢 是我三舅 还有我二舅 在那儿 呃 去大连干啥了呢 就是考察去了 我三舅呢 是在大连待了将近30年了吧 然后呢 就是他现在是在大连卖梅的 然后但是我三舅他 呃 老丈人啊 都是种草莓的 就是 种了给我十多年了 然后我二舅呢 现在在大连那边呢 是在大 不是在大连 是在大连下边的一个庄盒 完了我二舅呢 也在那种草莓了 然后我老公现在去考察啥呢 就是我们今天呢 也在那边 包了几个 就是草莓棚子 我们今天呢 也打算全家举线 就是我爸我妈 还有我老 还有我老公 我家孩子 还有我 我们都去大连 来吧 再走一口 然后再告诉你们为啥去 自媒体这玩儿嘛 我现在会好好做 将来呢 我也会好好做 就是自媒体是咋呢 就是我的一份职业啊 就是我的一份工作 我给你们说白了 就这么说 我去年嘛 虽然是 赚的不是很多啊 但是 这几个平台加起来呢 也有十多万的收益 所以吧 我觉得 就是以我的性格 我更适合玩网络 不适合现实总工作 因为现实总吧 你说一个月就算三十千 四五千 而且呢 还受那个老板的气 而且我这性格吧 还特别倔 就老板一说啥 我还想跟着酱那种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 挺不合鲁的 挺搁路的 所以呢 网络特别适合我 就是世间自由 至于那帮网友喷不喷的 那玩意就是你做好了 有人喷 你做不好也有人喷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那些不好的评论 我就 就是当耳边疯了 就是过去了 也许你们有的人会 会看不上就是网络工作者啊 觉得 哎 这在网上工作 你要工作吗 七十万 那我们也是合法纳税人呢 我们那收益的 百分之二十 那也是上交国家的 所以当然是一份正常的工作了 只是你们 有些人固有的传统的思想 就是 不接受而已 至于我为什么要上那种草莓去呢 我很的直白的跟你们说 嗯 就是 拍视频 张肯斯 都是为了某一天 做电商 做直播 那我觉得我没有 没有好的会员呢 我是不会给你们就是带货的 那我 那我要是能保证质量的呢 就是自己加工的东西 那我就是想到了种草莓 因为 就是我二舅他们在那边 呃 种草莓还有我 我三舅的老丈人 很多人啥的 他们都特别有经验 都能帮助我 然后呢 现在呢他们已经帮我租完了两个棚子 在这吧也是 在这吧也是拍视频 也是那个农村生活 就是挺枯燥的 然后今年呢我也不打算那个种地了 我就 打算把那种地的钱呢 投到草莓当中 完了吧 在大连那边呢 嗯 能拍正常的农村生活 我在那呢会整一个 就是大众的 普通的正常的农村那种种药房 展现呢 正常的东北的农村生活 然后用大锅做饭 然后吧还能 呃种草莓 那个地方呢还能赶海 还能采山 然后呢 我再养一些鸡鸭鹅狗 说直白了啊 素材呢能比现在丰富一些 因为现在的素材 我自己感觉都挺枯燥的啊 就是天天就做饭吃饭 就这类的嘛 所以呢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啊 今天我跟你们聊得挺直白 是不是啊 至于我家孩子上学的问题呢 就是 呃去大连那都能解决啊 我不说了吗 不 我三就在那耗一十年了 都能帮我解决 然后还有就是 我爸和我妈不也跟着我去吗 我爸和我妈就是都是 呃想学老师 我爸呢今天是刚退休 所以呢 我大孩子即使现在就是 教学条件哈 可能只能在镇子上上学 但是 学医场接小学肯定是不会差的 等到初冬的时候 那就是再说呗 啊 反正我去大连有好多好多因素 还有就是为了我老 因为我老呢 在这边我老有气管炎 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 那气管就就 就拉喉 就是大连那边就是气候条件 更方便啥 就更适宜我老 所以呢 我们全家就 就搬钱到那儿 还有就是我老在那儿呢 会更快乐一些 因为那儿有我 三舅啊 有我二舅啊 有我妈 还有我们这家四家呢 那我最近一直在 忙活整理家 一走一走一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不确定了 真正 一路 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